大家好我是旭哥波卡丸 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 那这是悠久之处最新的放置型RPG旭哥来做攻略 那这一集攻略教大家这个如何兑换这个礼巴马 礼巴马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 还有这个最强的手抽推荐 这个T0的神角手抽 要怎么样刷 可以刷到两只最强最速的刷法 那旭哥这一集攻略都会详细教给大家 好还没订阅频道呢 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 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马礼品马兑换马 游戏的续保学好独家最新 好那我们开局呢有这个六种造型可以去做选择 逆称和性别可以在游戏中修改啊 那你可以选你喜欢的造型这样 我刚刚那个白石画蛮香的 赞 那旭哥 选这个好了这个看起来不错 开始游戏了 那前面就是故事的剧情 那动画蛮可爱的 有种可爱的感觉 像在讲那个童话故事 那种可爱风 那大家可以慢慢看 徐哥就skip过去 进入正式战斗了 感觉要开战了 小罗莱莉 小罗莉 冬至夏至 喔 人蛮可爱的 那这个教学是可以跳过的 许哥先跳过好了 快速的前进 那前面就是会有一些剧情 当然 喜欢剧情的可以慢慢看啊 那我们就快速的推进到这个一之五一之五之后就可以刷手抽了 怎么快速把它推过去 开倍速 然后可以开auto很方便 这种放置型的手游很方便 来跟夏至 卸勾一下 把他边境来队伍啊 继续推主线喽 来 挑战一之四 好那徐哥就来讲这游戏最快速刷手抽 还有这个最强手抽推荐啊 最快速刷手抽就是你剧情啊什么都skip过 然后就是战斗呢就是开这个几倍速 快速的通过就可以了 开auto啊几倍速 那这个手抽是可以无限刷的 徐哥再讲 要刷什么角色是最好的 好那手抽呢 最强的T0两只手抽推荐的话 推荐这个 不羁的炼金天才 伊莎贝拉 还有这个受启示的直起者 贝尔特朗 这两只呢是最强的手抽推荐 那那个手抽尺的话呢 必定可以抽一支至两支SSR 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刷出这个 伊莎贝拉还有贝尔特朗 再开局就好了 就是可以刷出这两支SSR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刷 刷到满意再开局这样 就是这样 像这一次的话呢有出这个SSR是这个 莉莉安 那不满意就是直接skip再重新 开就 就这样skip 右上角一个skip这样 可以跳过这个 省略很多时间 好那我们这次有出莲华 那还是一样 继续刷 好那这次有出两个SSR还不错 有这个莉莉安还有这个 伊莎贝拉 这个算蛮优秀的 这个T0的最强手抽 因为这个 有很强力的这个buff的技能 他会消耗掉我方全体的48生命值 然后增加这个破斧的效果 还有这个共鸣效果 还有光属性防御上升效果 并且会解除异常状态 这是非常好用的这个buff的角色 好那有伊莎贝拉那还差这个 贝尔特朗 收到两支SSR就是最强手抽就可以开局了 刚刚那个其实还不错啦也有两支SSR 看一下 这一次 没有 这一次一个SSR 就是这样一直刷 那他可以skip掉所以算是省下蛮多时间的 下洛特 好我们就 刷出来为止 好那这只贝尔特朗也是必刷的神角 这个最强手抽一定要把他抽出来 他最主要有这个很强力的奶妈技能 恢复我方全体呢550加25%最大生命值的生命 而且赋予光属性攻击上升的效果 还可以解除异常状态 都是非常实用的技能 很强力的这个奶妈 补血 还有这个可以清异常状态 还有buff 那像是他有全体的这个攻击啊全体光属性攻击 然后赋予我方全体恢复量上升和异常状态 这个抗性上升 都是很好用的技能所以这只也是必抽的这个T0最强首抽 所以要把他和这个伊莎贝拉一起抽出来 好那大家就努力刷吧 这个伊莎贝拉再加另外一只贝尔特朗 不羁的炼金天才 这一只有全体的这个buff 那会消耗这个生命值 然后解除异常状态给这个破斧的状态 有很多很好用的这个 像是再生效果赋予啊然后这个暴怒效果 很多好用的技能 所以这只和这个贝尔特朗努力刷出来了大家加油啊 刷到两只SSR 好那有机会刷到两只一样的也算不错啦最强听手抽刷两只一样也不错 这是贝尔特朗可以刷两只 那伊莎贝拉也可以刷两只这个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好那旭哥就来讲这个悠久之数的里巴马兑换教学 那我们首先到这个网站 这个eternaltree.komejoy.com 斜线eschange1 斜线h5 到这个网站去兑换 这个悠久之数上面这个有网址 然后这边会有这个虚保码嘛就是你参加这个活动啊或是看这个实况就有虚保码然后输入你这个角色ID 再输入你这个验证嘛 然后接下来按这个兑换就可以领取了